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坑战神白体归位 五杀被抢表达爱意 在AO队长方普拉斯的比赛中 36分钟方普拉斯想抢大龙没抢到 反倒是冲进龙坑里的海克被秒了 同时总络主切后也用精神拖到了队友支援 白体看着四个人站一块 直接大招狂风过来洒烟花 瞬间就把三个人给融化了 收下四杀的白体马上就要五杀了 但是队友技能成和一不小心抢了五杀 白体立马笑着对队友表达了爱意 从口型我们就能看出白体说的是我超爱你们的 哎 有机会 要不要抢一下 来了 五杀白血 马上晨早了 哈克这边没闪现也得原地疼死 朱德彰有一个精神可以拖一会儿 维古斯没有大盗 小浩进来想大一杀 左手杰斯控制抵消永恩大招 超细节极限反杀 在精神对战RA的比赛中 10分钟Strive拉翼上来开战 左手杰斯也不从切锤就锤了上去 两人对打一套变成半血 随后就在Strive放大的瞬间 左手一个一技能就锤飞了开大的永恩 导致永恩走了好几步才能Q到左手 然后左手锤完切炮就15滴血 极限的反杀 你看要是没锤飞永恩被他贴脸了 死的绝对就是左手了 看一下 应该已经把他R起来了 我当时切过来的时候 我看已经是个击飞状态 然后接大招 用一技能 一技能这个判定的优先级也会很高的 直接锤开 阿比娜如来神掌拍三人 涛博被打得稀碎 在BLG对待涛博的比赛中 33分钟暗和牙膏用了两个大招防止对面 来骚扰队友打龙 小天大招下来抢并没有抢到 反而被寻锁住了头 此时阿比娜尔怒气一满 走位躲开列纳塔大招后 直接一个一闪接大就拍回了对面三个人 艾奥克闪现大招蹦死两个 虽然秦天锁头配合阿水也击杀了艾奥克 但是牙膏又过来控住阿水 随后就是二打四的强弱不等赛 为了闪电拳头加利奥的飞冲间 再加上纳尔的飞铺 Zeruki和秦天就被打趴下了 这波阿兵如来胜仗拍得好呀 艾奥克则利一个打四个 把一条线的涛博射穿了 在BLG队长涛博的比赛中 28分钟双方小龙团开战 薰先锁头Ruki给牙膏加利奥搭桥 但是Ruki用精神规避了鸡飞 而且侧翼的秦天拍晕了两人把奥仙秒了 正面战场Ruki和牙膏完成了换命 捡起牙膏魂的小天控住了阿兵 阿水和秦天联手收下了阿兵和薰 随后面对四人追击 艾奥克开启救命模式 一边后退一边输出极限血量的两发Q就射穿了对面三个人 还好秦天身上有裂纳塔的及时救难 不然的话四个人就全倒了 这波艾奥克的一打四太帅了 到脸上开手机身 看看艾奥克能否拉扯 他一个人面对四个人 今天是运动作回离口袋 马上没说到 即时就能将其救起 收到了则裂 则裂死前世换掉了下了双人组 大雷波惨胜 只能说这波如果没有列纳塔的话 可能就是两边没有一个人能活到最后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戴梦点个赞关个住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